2006年 国家率先在西部农村实行了义务教育 免除学杂费 免费提供教科书 和补助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的 两免一补政策 千万西部农村家庭再也不用为孩子上学而犯愁了 这里是重庆市长寿区双龙镇中心小学 8岁的李好正认真地上电脑课 李好的家在双龙镇的天堂村 全家靠父亲一个人在外打工挣的钱维持生活 就在全家人为孩子的学费犯难的时候 学校免除了李好的学杂费和书本费 爸爸妈妈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也很高兴 在实行两免一补政策的同时 国家还对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进行了配套改革 由中央财政拿出80% 地方财政拿出20%予以保障 重庆市在保证20%公用经费到位的同时 另外从市级财政的自有资金中 拿出3575万元 增加到义务教育公用经费中 各区县财政也想方设法加大了投入 以前我们学校收取学杂费只有70万多一点 在实行两免一步政策以后 上级公用经费80万4947元 比原来增加了10多万元 在双龙镇中心小学 多媒体教室 画室 音乐室 电脑室和实验室一样不少 教学器材也一应俱全 学校负责人说 这都是用近年增加的公用经费添置的 我们取材人又拿出专行资金 150万元 为每个学生增加了15元公用经费 据统计 2007年西部分别有4880万 和1890万中小学生免除了学杂费和书费 604万经济困难的寄宿生享受了生活补贴 明年 两免一步政策还将覆盖 西部城镇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针对生活污水的排放量 已经超过工业废水的状况 河南省采取市场化手段 在所有市县建起污水处理厂 使60%以上的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理 河南省秋县农民许伯 前不久辞去在深圳一家电子厂的工作 回到家乡重操就业 在沙隐河边搞起了游船出租生意 过去游船楼上都在那 前年有水 河水扁坏了以后 没有游人了 给他放心放坏了 这次许伯吃了定心丸 一口气买了八条新船 就是因为河水正日益清澈 在沙隐河流出河南的最后一个 国家水质监控断面沈秋闸 监测数据显示 这条淮河最大支流的水质 已经从列五类恢复为四类 目前的吸油滴含量为20.7毫克每升 而2003年吸油滴为53毫克每升 整整下降了一半 为了让河水变轻 近两年来河南省引进民营资本 加快环境工程建设 今年年初 周口市丹城县的八治河 看中这个机会 投资2000万元建起了当地第一座污水处理厂 县里利用国债资金实现管网配套 之后政府再按实际处理的污水量 与污水处理厂结算费用 每处理一吨污水 企业不仅可以得到八毛钱处理费 还能从污泥制肥 中水回用中 得到更多利润 就是把原选现在处理过的水 再进行处理一下 入到这个化肥厂 电厂 几个大工业器 我能用得守回一部分钱 能赚一部分钱 今年 河南省新建的污水处理项目中 有40多个采取了市场化模式进行运作 省级财政投入的5亿多元专项资金 吸引带动了社会投资120个亿 每天有超过50万吨的污水经过处理 用作工业 城市景观 氯化灌溉 实现了循环利用 充分调动投资主体 地方政府 各个方面的积极性 这样它就在想方设法 从生产的各个环节 那么对这个废旧物资 对中水充分地利用 形成一个产业链 既提高了经济效益 又提高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我国第一部能源法征求意见稿 从本月开始面向社会征集意见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 国家按照有利于反映能源市场 供求关系 资源稀缺程度 环境损害成本的原则 建立市场调节 与政府调控相结合 以市场调节为主导的 能源价格形成机制 征求意见稿还规定 国家将对风能 太阳能等 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 依法实行激励型价格政策 对高耗能 高污染的企业 产品和服务 实行约束型价格政策 同时国家将扩大消费税 在能源领域的适用范围 以促进能源节约 公众可以在国家能源办 国家发改委网站 查看能源法征求意见稿内容 并提出意见或建议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 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 落实到每个单位 每个家庭 对这一重大部署和要求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第一 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 是全民族的共同事业 第二 企业应自觉遵守 有关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法规 应当加大节能 节财和环保方面的投入 完善有关设施 生产绿色产品 第三 各级政府应切实发挥好 管理和服务等职能 今天是第七个124全国法治宣传日 各地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 法治宣传活动 今年的主题是 弘扬法治精神推进依法治国 北京市司法部门举行了 奥运法治宣传进社区活动 让老百姓了解与奥运相关的法律知识 北京法院法官深入校园 引导青少年提高法治观念 深入企业为摆明企业劳总 解读劳动合同法 安徽省富阳市率先在北京 建立了农民工维权站 为当地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 提供法律援助 山东资博士第三中学 开设说法课堂 由学生轮流担当主讲人 天津 江苏 湖北 河北等地 举办了形式各异的法治宣传活动 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 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今后中国将加强 以造林氯化为主的生态建设 改善国土生态状况 继续实施好天然林保护 退耕还林 京津风沙园治理 三北及长江流域等 防护林体系建设 防沙制沙和石墨化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 速生风产林基地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 适度扩大工程造林规模 到2010年 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0%以上 2020年达23%以上 2050年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 中国将继续实施 野生动植物保护 及自然保护区建设工程 到2020年 全国森林野生动物等类型 自然保护区总数 达到2300个左右 总面积1.4亿公顷 占国土面积的14.5% 使全国95%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植物种 和所有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 得到良好保护 今天上午 一场特殊的人脑电脑指路竞赛 在北京市东芝门奥运城市 志愿者服务站举行 参与竞赛的这两名选手 一个是年近八旬的奥运城市 志愿者谢亮 另一个是这台能查询地图 为人指路的电脑 他们的主考官 则是前来问路的过往行人 谢大爷指路是脱口而出 一分钟之内 他就为13个行人指过路 而他身边的电脑 在这一分钟里 仅仅完成五次搜索任务 这要从东芝门出发 到北京市各个地方的交通线路 90%以上 都装我脑子里头呢 东芝门是北京公交地铁枢纽 光始发和换乘的公交线路 就有50多条 谢大爷不论严寒酷暑 每天都在这里指路 五六个小时 这一指就是六年 我就把它当成 跟上班一样习惯了 这两年在谢大爷的感召下 他收的一百多名指路徒弟 全部加上了奥运城市志愿者的行列 来参加指路比赛的 北京石油大学学生王陆国 就是其中之一 这就是谢大爷边的指路秘诀 我在想怎么稍作改动 把它编进我们的电脑程序里 下次比赛呢 我还收定赢了谢大爷呢 前两天 北京市在东智门设立了 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 奥运城市志愿者服务站 谢亮奥运城市志愿服务站 到2008年 500多个奥运城市志愿者服务站 将分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每个服务站的城市志愿者 都会像谢大爷一样 专门为行人义务之路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十一五国家制造业信息化科技工程 近日全面启动 工程计划投入50亿元 通过在1000家制造业企业 建立信息化设计制造平台 使我国新产品的开发周期 缩短20% 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 捷运系统今天正式交付使用 捷运系统是一种 无人驾驶的轨道交通 明年三号航站楼 投入使用后 该系统将承担 航站楼内旅客的往返接送 自今年6月1号起 我国对铜车电玩具 弹射玩具 娃娃玩具 塑胶玩具 金属玩具等六类产品 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以来 目前全国已有1442家企业 生产的玩具产品获得了认证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 今年年底 市场和农民手中的 假暗林等五种高毒农药 将全部销毁 领澳二七核电冷凝器 日前在东方七轮机有限公司 制造完成并顺利发运 这是目前国内生产的 体积最大核电部件 它的交付 标志着领澳二七核电设备 已进入安装阶段 新疆博斯腾湖渔港 日前开工建设 建成后 渔获年泄港量 各达1万吨 将成为新疆最大的 渔业生产基地 第23届中国戏剧梅花奖 昨晚在苏州颁奖 39位优秀演员榜上有名 梅花奖1983年创办 是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奖项 以奥林匹克之路为主题的 2007中国广州 国际纪录片大会 昨晚开幕 共有39个国家的 232部作品 参加展播评优和影片交流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3号发表文章 呼吁正在印度尼西亚 巴黎岛召开的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为绿色经济时代 打开大门 建立全球性框架 协调全球应对 气候变化的努力 潘基文说 巴黎岛会议需要取得突破 包括拟定一项 各国都能赞同的 全面气候变化协定 同时确定路线图 并规定严格实现 在2009年前取得结果 潘基文还对中国 最近在应对环境问题方面的 努力给予赞扬 他指出 中国今年投入巨资研发 可再生能源 金额仅次于德国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 利用太阳能和风能领先的国家 下面请开一组简讯 由朝鲜内阁副总理 全胜勋率领的朝鲜代表团 今天抵达韩国首尔 参加在那里举行的 朝韩经济合作会议 落实今年10月 朝韩首脑会晤期间 双方达成的 经济合作领域的相关协议 阿联酋能源部长石油输出国组织 欧佩克轮值主席哈米利三号表示 目前国际市场原油供应是充足的 哈米利说 造成近来国际市场油价波动的 主要因素是市场投机活动 和一些地区地缘政治局势紧张 而并非市场供应不足 因此欧佩克近期 不会对油价进行干预 三号在英国伦敦 举行的一场拍卖会上 一名收藏者以360万英镑 约合720万美元的高价 购得了世界上 现存最古老的一辆 劳斯莱斯汽车 这也打破了1905年之前 生产的古董车的最高拍卖记录 这辆两座汽车是1904年生产的 它是劳斯莱斯品牌 创办后生产的第四辆汽车 目前汽车仍可正常行驶 一年一度的墨西哥国际热气球节 目前正在墨西哥中部的 利昂市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 约90支热气球队伍 前来为热气球节助兴 很多专程赶来的游客 和当地居民也纷纷前来 观看众多热气球 一同升空的壮观景象 11月23号 一只雄性华南虎幼崽 在南非自由省老虎谷降生 3号本台记者进入营地 拍摄到了相关的画面 这也是这只华南虎幼崽 首次通过视频的方式 与公众见面 据介绍 幼虎的发育状况良好 体重已由刚出生时的1.2公斤 增加到2.4公斤 身长也达到65厘米 这是在南非老虎谷 进行野化训练的母虎国泰 和公虎虎武兹 交配繁育的第一只华南虎幼崽 2002年底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 与中国和南非的有关部门 发起了中国虎南非野化项目 2003年以来 已经有两批四头老虎 被送到距南非最大城市 约翰内斯堡 600多公里的老虎谷 进行野化训练 最近日本科研人员 对三只五岁黑猩猩 和12名大学生进行的测试表明 黑猩猩的短时记忆能力 强于人类 实验中 第一个游戏是从1到9的 简单数字排列 第二个游戏难度增加 当碰触第一个数字的时候 其他八个数字 将会被白色的方块所取代 考验大脑的短时记忆能力 虽然经过了六个月的训练 人类挑战者 还是被三只黑猩猩打败 这一实验结果 已经发布在四号出版的 科学杂志 当代生物学上